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的视频博主 我们和老薛见面的时候 正好是越南的国庆节 据越南当地媒体报道 国庆节当日凌晨 许多越南民众就在老街口岸大排场队 等待通关前往中国旅游 盲街国际口岸出入境人数 也比平时增加了一倍 这些信息马上就成为了老薛的视频素材 包括新闻 包括连续剧 包括我们的抖音 上面有很多关于中国的先进文化 和先进发展的这么一个体现 所以他们特别感兴趣 会到中国去想看 2019年 北京人老薛辞去了国内的工作 来到河内创业 他的主业是房地产 但为了扩大传播 2021年 他和小伙伴们做起了短视频 开设了账号 老薛在越南 发布到国内的网络平台上 从老薛发布的上百条短视频中 我们发现中国的网友们 似乎对越南的经济发展 以及当地的生活方式更感兴趣 比如老薛创作的 越南2030出租车全电动计划 越南大学校园长什么样 在越南的日常开销是多少 诸如此类的话题 流量都很高 很多人很感兴趣 说我们旁边的这个友邦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很多人会留言说 原来是越南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很多越南的 会中文的人说 谢谢你 然后我们越南本地的一些情况 介绍给中国的朋友们 所以还是觉得挺好 老薛的视频 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了越南 而这位博主正好相反 我们现在直接开始 你叫什么 陪玉和我的中文名字 大家好 陪玉和越南短视频博主 一位零零后 在国外各大视频网站上 都有不少粉丝 他的视频内容 大都与中国有关 约合创作短视频的初衷 是源于自己去中国留学前的一个经历 2018年 高中毕业的他 选择前往南京大学学习中文 但没想到 周围不少人都提出了质疑 很多人不同意 你为什么要去中国留学 为什么不去欧洲 不去美国 而且对中国有一定的偏见 所以我想通过我的镜头 跟在越南的人传输出中国最真实的样子 就这样 玉和在学习之余拿起手机 记录自己在中国的留学生活 没想到中国的人文美景 社会生活 发展速度都颠覆了他以往的认知 他迫不及待地 想把自己眼中的中国 展示给更多的越南网友们 中国人比我想象中热情的很多 然后中国比我想象中发达太多了 真的 我还记得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 还不知道二维码是什么 还知道在中国现在大部分人 都会用微信支付宝来结账 所以我觉得好像是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界 就在厦门的街头 对对对 就是你看到的 中山路 五年的时间 玉和走过了中国十多个城市 用视频把更鲜活生动的中国形象 传递给屏幕另一端的越南网友 也更新了他们对中国的认识 很多人说原来中国是这样子的 我还以为是什么什么 所以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大家能够更加地去聊起 另一个国家 然后让我更加开心的是 很多人因为通过我的视频 然后有了想要去中国留学的这个愿望 今天在互联网的世界里 还活跃着很多像老薛和玉和这样的 中越博主 他们有的在体验异国的风土人情 有的在分享自己的跨国婚姻 有的还在互联网上组建了中文俱乐部 并发展到线下 理解和信任是合作的基础 来自新时代的年轻人们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和声音 打破时空和文化的壁垒 为一带一路下一个十年的精彩故事 做好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